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,我是海青 今天呢,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简单的空气炸锅烤香酥核桃仁 生核桃仁两杯左右,然后呢,我们放在水下呢,冲洗干净 去除核桃仁里的一些碎末 然后呢,我们炒锅,把生核桃仁倒进去 加入大概30毫升左右的水 之后呢,我们再加入一点点盐 再加入一颗八角来调味 小火慢慢的翻炒 之后再加入两小匙红糖 我们慢慢的小火翻炒 使糖融化,并且呢,均匀的裹在核桃仁上 一直炒到锅底,看不见水了,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空气炸锅预热300华氏度 然后把炒好的核桃仁放到空气炸锅的烤盒里 我们尽量的把这个核桃仁呢,铺的均匀一些 300华氏度,先烤8分钟 8分钟之后呢,把烤盒拿出来 颠一颠,让核桃仁翻一下面 然后继续,还是300华氏度 继续烤8分钟 再一个8分钟之后呢,核桃仁就烤好了 我们可以把烤盘拿出来呢 稍微的颠一颠,使这个热气呢,向外释放一下 然后呢,让核桃仁放凉 核桃仁放凉之后呢,就又酥又酥 这样烤出的核桃仁呢,香酥微甜,非常的好吃 是很不错的一个小零食哦 好,谢谢大家收看,喜欢的可以做一下试试哦 感谢观看